法卷报恩追思文 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世间 令众开示误入佛之见 使得清静 众生得多善调化教化仪 趋向卸托 遂至慈悲喜舍胜受命 入伴涅槃 恭维中华鼓励人眼年 贵月初八日 公元2022年9月3日 法卷弟子 司法弟子 及护法居士众等 前修香花果明 又为遥善 至诚顶礼 献供于恩师上镜下空 老和尚连台座下 痛曰 静即光通达 急躁寒虚空 却来观世间 犹如梦中事 恩师上人 树根深厚 使至倡导和平 青年浮海来台 师从方东美教授 德文 佛教是哲学最高峰 终身信朔奉行 追随张家大师 学习看破放下 力行财法布施 亲近黎炳南居士 十年随师教诲 奠定师承基础 脱离白老座下 批度 毕生蒋经红法 圆满六十二载 网路卫世教学 法音普及全球 广宏各宗经论 岛归无量寿经 心怀佛教三系十宗 赞助兴建生且医院 奉行生生护战 违愿佛法常心 弘扬净土法门 倡立静中学会 及各地弥陀村 落实静业三福 暂修六合静法 常识一门深入 老实真干念佛 振兴中华文化 立唱修身为本 广行仁慈博爱 畅建道义家庭 敦厚社会风气 实现 实现礼义家帮 倡导宗教团结 作出和谐典范 提倡普世教育 端正世道人心 广泽宗教育 广泽宗教育 大藏经 四库全书 四库会药 国学制药 群书制药 流通全世界 成立红法人才 培训班 赞助国际 佛教大学 提倡育幼养老 等社会慈善 贡献巨大 恩师上人 和蔼可亲 慈悲接引大众 对弟子平等关爱 令我等如木春风 一次次与众心肠的叮嘱 让五等拓开心量 坚定大愿 一生生勤劝赴奖的期许 令弟子勇于贺担如来家业 一幕幕 悲悯关切的眼神 牵动弟子众等 为法珍重 掌养善根之愿 一番番老实念佛的警醒 更让我们看破放下 积聚净土资粮 恩师上人 发无我心 舍己从人 不争人我是非 师父 您老人家 发大悲心 全年 精进不屑奖经 年余九旬 奔波世界各地 只为促进世界和平 饶意众生 弟子众等 谨记恩师 两句心得 与二十字 刚领 静心信寿 时时奉行 心不颠倒 勇猛精进 以报法辱深恩 处逆境 随恶缘 无称慧 业障尽消 处顺境 随善缘 无贪吃 福慧全限 真诚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念佛 恭祈 恩师上人 于极乐世界 敏念众生 不舍 晚宇 早日 成愿 再来 心大悲 民有情 眼慈便 受罚言 度恶趣 开善门 整记 附和 接度 彼岸 今日 圆集 土匹 大典 五等 弟子 至成 向恩师 上人 行礼告别 法眷 弟子 司法 弟子 及 父法 居士 众腾 诚 自 肯切 助导 恩师 上人 福愿 轮回 诸去 众生 泪 树生 我岔 受 安乐 长运 慈心 拔有 情 度 尽 无边 苦 众生 实为 公元 二零 二二年 九月 三日 法眷 弟子 四法 弟子 及 护法 居士 众等 自成 顶礼 扣拜